淆溝 低rending 一 sitting 掉一層衡 除一層衡 8 是被除送 2 是脱送 因为要用长除息去计 所以首先我们要懂得将除数被除数写入长除息里面 这个是长除息的符号 很多同学来到这一步 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写数字入去长除息里面 应该是第一种写法 还是第二种写法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你们只需要记住 在低廉级的除数 一定是大数字除小数字 是没可能出现小数字除大数字的 直息的写法都是一样 大数字写在长除息里面 小数字写在长除息的外面 记住一定不可能出现小数字在长除息里面 相反大数字写在长除息的外面 这个写法是错的 明白了正确的写法之后 就可以开始做除数的部分 做除数是需要利用乘数 所以我们要念熟乘数表 才会容易计算 因为除数是2 所以我们要用2的乘法 我们由2乘1开始 2乘1等于2 将得出的数字写入长除息里面 写入的次序是分别是1、2、3、2 本身不需要写 然后轮到1 将1写在长除息的上面 乘出来的答案2写在8的下面 最后将8减2得出6 但是这条数究竟对不对呢? 要知道很简单 只需要检查一下 如果减出来的数字6 比除数还要大 这样就是错 跟着我们尝试用2乘2去计算 2乘2等于4 8减4等于4 结果4都还是大过2 跟着是2乘3等于6 8减6得2 等于除数2 都是错 下一组是2乘4等于8 8减8等于0 0小过除数2 即是代表做对了 我们再看多一次这条长除息 之前已经讲过 8是被除数 2是除数 4 我们叫这个数字做双 即是答案 0是余数 余数是0的时候 我们叫做整除 8除2 答案是4 答案是4 没有余数 8除2 把数字写入除色 把数字写入除色 记住 大数字写在除色的里面 小数字写在除色的外面 除数是3 所以要运用3的乘法 3乘1等于3 3乘2等于6 3乘3等于9 3乘4等于12 在4组乘数之中 3乘3等于9 刚好等于被除数9 所以9除3 答案是3 2 3 4 5 5